這個不能單吃 好辣喔 這個好辣 等一下 這個人剛剛去拜家買的杯子 耶 先跟大家講 我來首爾 我已經大概跑了十間星巴克才買到我要的保溫瓶 非常難找 可能我人品還可以 今天又買到 我就好感動 好啦 就不打開了 因為它包裝得很好 我們把它買的保溫瓶放在這裡 我還是有一個東西沒買到 就是星巴克的水晶球 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話可以告訴我 我們一樣把星巴克的水晶球放在這裡 可以可以 可以私訊我的小盒子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你是想要廣告你的IG吧 我真的很想要那個水晶球 拜託告訴我在哪 好啦 今天我們來觀光超市必買 聽說也是韓國在地的三大品牌之一 對不對 對 韓國三大超市品牌 第一就是大家都一定知道 樂天超市 那再過來就是這間 這間是Home Plus 這是它有大型的 然後這是Express的 是比較快的 然後它還有另外一間叫做 E-Mart 比較像台灣的Costco 你在網路上找到一些感覺還不錯的東西 希望推薦給你們 OK GO GO 看草莓 他們草莓都超漂亮的 欸這草莓一盒多少錢啊 超大的欸 這草莓一盒是790 所以就是算8千塊 所以大概是兩百 兩百次 欸兩百多這麼大一盒欸 草莓可以帶回台灣嗎 不行啦水果類不能帶你很鬆欸 第二樣要推薦給大家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 蜂蜜奶油堅果 欸多吃堅果很棒 這個也很適合就是像老爸 喜歡吃一些小零嘴 可是是健康的堅果類 對 大家還有推薦什麼堅果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啊 我個人喜歡吃這個 還有另外一個口味 等一下一起推薦給大家 對 沒錯 超好吃 第二樣推薦給大家是什麼呢 第二樣推薦給大家就是 韓國的辣架 可是它很多牌子欸 到底哪個牌子好啊 基本上你會看到的牌子就是這兩個 可是上面寫的都是韓文 所以其實我也看不太懂 可是大家在網路上可能比較推薦的是這個品牌 韓文的部分我不會黏 我不知道是什麼 好我們帶回去煮煮看啦 不過辣椒醬應該是不用擔心啦 因為韓國本來就是非常有名 對 超棒 下一樣 這是辛拉麵出的全新的口味 低熱量的 讓你半夜吃泡麵也不再有負擔喔 欸這個我很好奇欸 它這邊有寫啦 就是一包是350千卡 一般來講啊 一包泡麵可能在500千卡左右 所以它大概只有平常的70%欸 欸這個我蠻推薦的 就少一點 辛拉麵好吃 第四樣是YOYO的最愛 樂天巧克力派 大家比較推薦的是這個牌子 可是其實我沒有很喜歡吃它 我覺得它沒有很好吃 YO最愛樂天的這個 超愛 這真的非常好吃 決定我要買兩種不一樣的口味 買小盒的 一盒裡面有六個啦 嗯其實也差不多 又應該一個禮拜就會吃完了 對 因為它都把它當零食吃 你可以買這個嗎 這什麼啊 我可以買這上面有孔流這個嗎 你是看到帥哥才買還是他真的好喝 為了包裝買這個水果 你可不可以買不要有送杯子的 好 買一般的就好了 可以嗎 好不好 看到我已經有買星巴克份上 我覺得妳要冷靜購物 我就好好跟他講 就是 我下次再來找你 什麼東西 品牌叫什麼 它品牌應該不是叫孔流咖啡吧 不是叫孔流咖啡吧 它是這個 K-A-N這個 然後這個是新店菜林最常買的 非常好喝 對 這邊就有寫它是Latte 可是它泡起來的話 建議大家一次泡兩包 然後可以泡大概300cc這樣 比較剛剛好 我們又買了一小箱 沒有滿啦 可是因為這次我們心裡還有其他東西 所以剛剛要了一個比較大的箱子 等一下一起放 超棒 親愛的你回來台灣了這麼快 對回台灣了 像光一樣這麼快 好今天來試吃啊 因為有些東西我們沒吃過 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總共買了五樣東西 現在講這一個 悠悠最愛 對這個是樂天巧克力派 台灣也有賣 可是它這個口味比較不太一樣 叫夢幻巧克力派 它的巧克力濃度是比較高的 喔真的喔 兩個口味都是比較高的嗎 對 它看圖片就知道 這是原味的 然後這是裡面是可可口味 這一盒 是2490 就是2500左右 大概就是七八十塊可以啊 對差不多 裡面有六個 它裡面我們來開這個 這個是原味的 長這樣 它跟台灣的包裝完全長的就不一樣 就巧克力派啊 跟台灣的聞起來沒有不一樣 原味的 好吃嗎 我覺得它外面的巧克力 吃起來感覺 比較沒有那麼台灣的那麼甜 下一樣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 它是湯姆農場的蜂蜜杏仁 這個超好吃的 其實我們買了三包 有一包已經沒有吃完 其實它還有很多口味 我們在超市買的時候只有這個口味 然後我有在GS25買了另外兩個 比較小包裝的不同口味 我只有一句話想講 我原本以為杏仁果碳水不高 後來我發現它100公克有30公克的碳水 碳水還滿高的 真的喔 嗯 杏仁果有加蜂蜜嗎 不是 杏仁果本身碳水就滿高的 喔真的喔 你就給我吃了 好這包是韓幣6990 所以大概是200多塊台幣 這合情合理的價格 因為堅果本來就比較貴 吃吃看吧 這個大包裝的好處是它還有個夾鏈袋 所以你吃不完都還可以收起來 像這樣 很香欸 對欸 你會一口接著一口 杏仁果搭蜂蜜醬吃起來很好吃欸 它那個味道調得很好啦 因為奶油跟那種糖的香味攪在一起 喔真的很好吃 所以大家去可以買這個 是好吃 這真的可以買 這真的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好吃讚 然後它另外兩種口味啦 這個啊我在韓國就吃就拉肚子 因為它真的很辣 所以我覺得我不太能吃 可是它真的很爽 這是海苔口味 喔這是海苔好可愛喔 超可愛的 它有吃過這兩個口味的啊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你覺得好不好吃 還有你喜歡哪一個口味喔 第三樣我們來講 這個好了 這個牌子叫清淨圓 韓國辣醬最大的品牌 就是兩個 一個是清淨圓 另外一個就是要CJ的 我覺得妳好專業喔 對 是不是 我剛剛查資料超胖 我忘記千萬不要讓我重講 現在拍影片真的要認真 你看你看都要做功課 這個辣醬一盒 這個是八千三韓元 兩百多塊 那它有分就是讓你包飯的 或者是直接沾東西吃的 我們買的這個是可以直接沾東西吃 所以這個很辣 然後呢它這個是有曬過太陽的 可是我不知道曬過太陽有什麼意義 如果知道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我先打開給大家看 好 這個就沒辦法 聞起來很辣嗎 就是韓式辣醬的味道 很辣 太好啊 這個不能單吃 這個不能單吃 喔好辣喔 這個好辣 喔 我愛偏辣 很辣嗎 好吃嗎 推薦大家買嘛 這個一定要沾東西啊 這不能直接這樣吃啊 這辣了整個嘴巴跟喉嚨 你舌頭 它是屬於舌頭不會麻 可是你的喉嚨會很辣 給你你吃 好我吃看看 它會慢慢的上來 喔有點辣 對啊它會慢慢的上來 它還是有一點點帶甜啊 可是就是蠻好吃的 蠻香的 哈 最後一樣就是這個 新拉麵啊 新拉麵這大家都知道 那為什麼要買這個新拉麵呢 它這個是那個低熱量 它這個主張這個泡麵是非油價 比一般的新拉麵大概少200卡的熱量 對這個啊一包啊 上面有寫才350卡 等一下吃看看 低熱量有沒有比較好吃 這包是3480韓元 大概是100多塊 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泡給大家 就是泡給大家看 然後再配上我們最後一樣的咖啡 這個咖啡是賣新的 之前我就是因為孔流買了這個咖啡 之後才發現這個咖啡其實蠻好喝 它有分原味跟濃縮的 我們這個是濃縮的 這是無糖的拿鐵 它一盒是3300 裡面有10包 一包大概15塊 對 好那我們來泡泡看 現在的 這泡泡麵了 欸光這個粉看起來就很棒 你看 我現在是把它所有的醬料都加進去了 呈現它最原本的味道 我想看到到底有多辣 然後這個是孔流咖啡 它其實裡面會有這樣一顆一顆的狀態 哇好特別喔 是有點那種以前我們泡那個雀巢還是麥斯威爾 都會有這種粒粒的 那斯威爾是什麼年代 就是一罐的那一種麻 然後它等一下會溶解 然後我已經有先擠了一點辣醬在這 等一下可以配泡麵吃 好我先把它蓋起來 然後這個咖啡是這樣 它等一下就會不見 唉有人想泡泡麵又不成功 現在只要土泡麵了 欸原來他們的泡麵泡不開 你看點泡泡 它這真的看起來有比較低熱量嗎 可是它剛麵拿出來的時候 很像油麵 就是透明的很黃 不像一般的泡麵 它感覺裡面是空型的 看一下 那我們來吃一下這個泡麵包 你先喝看這個 這個 因為這個我比較沒喝 我喝看看 有沒有孔流的味道 可是這個咖啡味比較重 對這個咖啡味比較重 白咖啡味比較重 看你喜歡奶還是咖 如果以字面上我當然是比較喜歡 我也比較喜歡奶 我希望奶多一點 看來好 我的新拉麵已經泡好了 吃看看吧 它跟我說它只有三百多卡對不對 一包 欸看起來不舒服 也許它的麵有特殊的一些原物料 搞不好有含天我跟妳講 含天個頭 它裡面有像這個 像新鮮香菇的動作 看到嗎 新鮮香菇 好我要先吃這個 喔 那個那個菇菇吸滿了汁 咬下去會有湯汁會流出來 它麵吃起來QQ的 嗯 很多嚼勁 吃起來有點像 有點像菊座的感覺 喔它可能有用一些 替代的修飾澱粉在裡面 可是它絕對吃了會飽 然後重點是它 蠻辣的 那你還要加這個辣椒嗎 如果說這個五顆星的辣度 我可以給它到3.87個 有這麼 有覺得我快要噴淚了嗎 蠻辣的 有這麼辣嗎還好吧 很辣 這個我絕對吃不完一碗 好我吃一口看 真的有辣 這辣度其實跟剛才我們吃的辣醬是差不多 差不多 而且味道有一點點像 麵 然後沾這個醬 沾了它 辣 根本很像的辣死阿老公 哈哈哈哈 太多了辣 有沾到就好有沾到就好 就很辣 好鹹喔 不要變太鹹了是不是 好鹹喔太鹹 所以它不能加那種多 它只能加一點點飯在裡面 對又鹹又辣 這醬比較適合你煮科學麵沾這個醬就好 對 然後再煮一個蛋 就等同於像這樣的概念 哇很好吃耶 那它大概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韓國泡麵不錯耶 你看它有綠色的蔬菜 對看起來很棒 好那今天影片結束啦 結束影片之前記得追蹤我跟老爸的Instagram 我明天見 掰掰 掰掰 下午後 超瑪莉 你在 Här 在這裡 下午 看起來 You're my heart